第六課 小楚多動 關掉螢幕 今日我們將要談及的題目是如何幫助你和你家日減少面對螢幕或電腦的時間 這個課程結束時,你將會明白到什麼算是螢幕時間 每日花在螢幕上的時間應該有多少 尋找方法去減少你和你家人坐在螢幕前面的時間 了解過長時間坐在螢幕前所帶來的相關風險 提供一些代替活動來減少面對螢幕的時間 讓我們在上課前做一些異身運動吧! program 詞曲曲 李宗盛 eler bedeutet,五分小湯、四分小水 貝油,三分小 simultaneously 三分小玉米 二分小的小玉米 三分小玉米 兩分小玉米 兩分小玉米 三分小玉米 兩分小玉米 三分小玉米 三分小玉米 四分小玉米 一分小玉米 我们所说的螢幕时间是指花在各样螢光幕前边的时间 例如看电视、用电脑包括手提电脑、手机、螢幕、游戏机等 这些活动都是需要坐在很久不动的 所以是不会消耗体力能量 我们都明白让到小孩坐在电视机或者电脑之前 去看一些节目或者玩游戏 是最容易让他们静下来的方法 但外坐在螢光幕前的时间越长 对小孩的身体健康、发育都很不利 而调节适当的螢幕时间和保持积极的生活方式才是最关键重要的 外坐在螢光幕前的时间过长 会引致以下相关的风险 儿童痴肥症、睡眠困难、精神方面的问题 例如注意力不集中、抑鬱和焦虑 所有这些都可能阻碍学业的成功 身心发展的障碍、身体、心理或社交能力 国家卫生研究所、NIH的专家建议 每天面对螢幕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两个小时 作为家长为了你小孩的健康 你有责任限制他们花在螢幕前的时间 在这课中我们会提供一些提示或提示 以及一些代替的方法来帮助你适当地 挑战你家人的日常螢幕娱乐时间 设立家人的规则 每天看螢幕的时间为一个小时等等 鼓励性的掌赏 当你小孩以体力或智力的活动来取代螢幕的时间 你可以奖励你小孩一个帖子 一旦他们累积足够的帖子的时候 你可以用另一种非螢幕活动的奖励方式去奖励他们 例如一起去打球、跳绳等 记录花在螢幕上的时间 将你家人平日活动的时间 和花在螢幕上的时间 比较研究一下 再设定一下目标 如果你看见他们花在螢幕上的时间 多于活动的时间的时候 这样你就设立一小时的体育锻炼时间 来代替螢幕时间 但记住 开始的时候应该一步一步的增加时间 不要太急进 一边看电视同样活动手脚 一边看你喜欢的节目 一边锻炼 例如你可以一路看剧集 一路做伸展或起立运动 此外你也可以请你的小孩进行广告休息运动 例如在商业广告播出的时间 请你小孩跳弹床 或做其他类似的运动 睡房不应该设有电视或电脑 如果你小孩的睡房有电视或电脑 请将他们移去其他房间 专注进餐 吃饭的时间应该关掉你的电视机 相反鼓励你家人互相聊天 例如今天你小孩做了些什么 做个好榜样 虽然作为父母 你可以限制你子女螢幕时间不超过两个钟 但请你记住 你都应该做一个好榜样 因为你的小孩可能会看着你有样学样 开始去找一些代替螢幕时间的活动 可能有一些挑战性 我们会为你介绍一些有趣又有益的代替活动 跳格仔 将一张大纸铺在地上 在大纸上画一个个的跳格 每个方格上给一个数字 将豆袋或类似的东西 丢在格仔上 当跳格仔的时候 凡有豆袋的格仔就避开不好跳 如果抛出两个额外的豆袋 就更贵挑战性 这些游戏不单可以训练你小孩的体力活动 也可以通过画这些图形和写数字 去启发他们的智力和创作力 指飞机 让你的小孩和你一起去接飞机 看谁的飞机飞得最远最高 接飞机和订飞机 都可以帮助你小孩手脚和肢体灵活 用一张大纸 画上不同颜色的圆形 请你小孩从一个颜色跳到另一种颜色 颜色可以用数字来代替 或者用字母来代替 通过这个活动 可以帮助你小孩熟悉颜色 数字和字母 吹泡泡 让你的小孩吹出番茄泡之后 再刺爆番茄泡 这样就让他们有一个好好玩的活动 动物模仿 讲出一种动物 让你小孩去模仿那种动物 可以帮助他们发展他的创造力和观察力 让我们重温一下这个课程所学到的东西 螢幕时间是指花在各样螢光幕上的时间 例如电视、电脑、包括手提电脑、手机、螢幕游戏机等 这类活动都是坐在这里很久不动 不会消耗体力的活动 长期做这些活动会影响你和你家人的健康 限制每天看螢幕的时间不能超过两小时 限制螢幕时间不单可以帮助预防超重和儿童吃肥 更可以帮助你的小孩身心发展和培养社交能力和创造力 这些是对他们日后在学校方面成功的重要因素 使用我们介绍的一些技巧和实例 以便找到你小孩的兴趣和有益的游戏形式 来代替花在螢光幕上的时间 请你记住 你就是你小孩最早期的榜样 为了帮助你的小孩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开始 请你自己都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螢幕时间就是指你对着电视机、电脑、手提电话、游戏机等的螢光幕时间 限制每天螢幕时间不超过两小时 采用一些有趣和有益心心的活动来代替螢幕时间 感谢观看